十四解码 解码十四 大家好 我是宝儿 今天为大家解码社交媒体 造成儿童焦虑的后果会是什么呢 那么越来越多人担心 社交媒体对于儿童的影响 必大于利 立法者和家长们也呼吁要设置限制 问题在于没有人真正知道 社交媒体在年轻人情绪状态中 扮演多大程度重要的角色 即便年轻人报告 抑郁焦虑和自杀的想法 达到了危机水平 但是尚不清楚社交媒体的使用 在多大的程度上 促成了联邦机构 过去十年在青少年和儿童中 所记录的趋势 这并不帮助解决问题 因为心理健康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 而且没有一种单一的治疗方法 适用于每个人 因为要回答的问题真的很多 比如谁易受伤害呢 哪种类型的内容是有害的呢 多频繁的看到在什么年龄段 立法者跟家长并没有做等解决方案的出现 最近的立法针对科技巨头 试图通过限制社交媒体的采用呢 来保护儿童的心理健康 然而一些科学家呢 担心这些提议的规则并不是应对危机的有效措施 年轻人从数位工具中获益匪浅 并与其邮递区号之外的重要联系人 建立了重要的联系 那么调查显示这些联系对于 少数的群体青少年呢 尤其有用 他们中呢 有许多人在家中缺乏支持或者是同行 那么根据由国家科学院工程院 和医学院组成的专家小组 在去年12月发布的报告呢 对社交媒体使用的广泛的限制 比如说限制到一定的年龄以后才可以使用 并没有现有研究的支持 尽管呢 孩子跟青少年可能会从人际联系中受益 但该报告呢 也指出了睡眠跟注意力的干扰 身体形象问题的恶化的风险 但是小组表示 这个联系需要更多的研究 更多的资金跟更好的公司的数据的访问 难以孤立社交媒体在儿童心理健康中的 作用的原因之一就是 心理健康跟技术使用之间的关系呢 是一条双向的道路 一个人的心理状态呢 可能会影响他或者是他如何使用平台 反过来又影响其心理的状态 研究人员表示呢 随机对照研究来确定社交媒体 是否导致心理健康危机 是不可行的 因为社交媒体的曝光 无处不在 此外呢平台不断的变更功能性 妨碍了进行长期研究的努力 那么对于年轻的压力根源的研究发现呢 其他的因素比如说 欺凌或缺乏家庭支持 与心理健康结果有更强大的关联 而非社交媒体 2020年与2016年相比呢 3至17岁的年轻人被诊断患有 抑郁症跟焦虑症的人数增加了30% 根据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调查 几乎所有的心理健康差的指标 跟自杀的念头与行为 在2013年到2023年之间变得更糟糕 那么2023年超过一半的女孩报告呢 感到悲伤或绝望 将近三分之一的女孩曾经认真的考虑过自杀 这比2021年的高峰略有改善 那些每天多次使用这些应用程序的人 更有可能报告持续的悲伤 或者是绝望的感觉 这是一种抑郁的症状 Meta自己的研究发现呢 Instagram使得少女的身体形象问题变得更糟 上周二呢超过十几个周 对于TikTok提出了诉讼 声称该公司误导了公众 关于能够吸引并随后伤害儿童的功能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时事解骂 的确呢会让大家来深思 请大家要点赞订阅打开小铃铛留言 我们下次见拜拜